哇哦 德国双十一厨具开箱视频 这是我们村里面做家具的 这是在Kufep的公司 然后那个房子的是他们的样品房 那现在的话我们要去看一下 就是我们要支持单地的生意 然后关头哥呢 让他们帮我们家这个客厅设置的一些柜子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样图 还有他用什么木头 我想是在我们那个窗门口啊 做一个办公室 周围呢都是柜子啊书架 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 他这边做定做的柜子要选木头 颜色亮点比较好 我说这个很漂亮 他说这是这里头最贵的 哇这个好漂亮 这个多少钱我直接买回去 大家说这个柜子摆在哪个位置比较好 这些都是纯纯手工作的床啊 木头都是樱桃木 随便一张床都要几千 我还放着樱桃 我还是看一看就好了 后面我悄悄问了一下这个柜子多少钱 他说要接近一万块 大家好我是佑迪亚 今天我帮你姐姐开箱 yes 你最喜欢开箱啊 你是因为看太多那种开箱视频 所以这也很想开箱 就是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里头是什么 锅 真锅 哇哦 这个可以哦 生利人的 OK下一个 哦这个可以 这个厨房刀 这是那个 饭不特的 很可爱哈 就饭油饭醋 饭酱油 打开看一下 哦还有质感 嗯 OK还有一个小箱 哎呀我买了好几套 弄给朋友 哇 小铸铁 明天就用 看一下是不是 开心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元登登登 今天呢 Yulia在我们家 在我们家待那个三到四天左右 她下周就要得去上学了 我现在让她去帮我去买肉 就是我们村里面不是有个非常好的肉铺嘛 然后呢 我们家小妞其实她是比较 怎么说呢 胆子非常小 所以说呢 我就锻炼她 OK那今天的话 我们家老太太不在家 就是我小妞 还有老爷子 我们一起吃中午饭 那我们就吃我们自己想吃的东西吧 OK待会见 最近我们家很多很多就是新品 秋冬天的福利 比如说我们的护手霜啊 19块9一个德国啦 还有呢我们的唇膏19块9两支 还有那些七七八八 还有那些护物品啊 都倒了很多新的货 还有些精华 都是德国的 大家有空的话 就是马上八点半的话 来元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聊聊天 前几天啊 我看了一下去年小妞 在我们家吃饭的视频 瘦了很多啊 你看到她没有 哎哟 加油 小妞喜欢吃红烧鸡爪 小妞 放在我腌里 照片 看不üt了 小妞 放在我腌里 放在我腌里 小妞 吃 最好吃 小妞 就处理 做什么 小妞 切地 调女 准复 小妞 肚子 这样才出色 然后再放入小火 放入烤饭 撒动 真有机会 我祝你 差点搞出 你让我吃 怎么吃 我对我吃 对 我已经吃 然后我用ko锅 这才算 很多姐姐发信息问我 小妞12岁怎么会长到1米8呢 弟呢 他真的特别喜欢喝牛奶和吃那个芝士 吃的其实不是很丰富 他爸爸做饭 每次做饭就有一道菜 几乎都是意大利肉酱面 他呀只有在我家里头的话 才吃的比较丰富一些 我记得他三岁的时候 就看着他慢慢的长大 一直以来都是叫我姐姐 那他妈妈呢 也算给他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父亲 而他从小到大呢 也懂得尊老爱幼 虽然对他弟弟有点严格 你给他太少了 不让他自己弄一弹 其实呢 大人怎么做 小朋友他们都是看到眼里头的 在我家的话 他会主动的去做家务 帮我直播 帮我洗头 从不在妈妈面前 倾诉的小朋友呢 现在都跟我说悄悄话了 真的也算是我的半个闺女啊 好常没吃的 嗯 嗯 嗯 点三 我们下期再见